各位嘉宾以及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光临2020-2021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今天我们在浙江诸济 要关注的这场比赛是钻石焦点战 那么在过去的一个赛季 我们确实经历了很多 而且在这飞水寻常的一年当中 我们确实也经历了很多 那所有的球队 所有的运动员 教练员 工作人员 每一个岗位都克服了重重的困难 保证上个赛季最终圆满而成功的结束 那么在上个赛季结束之后 广东东莞大议队获得了最终的总冠军 而今天马上要开始的这场比赛 是广东队今天的第一个主场 那么在主场比赛开始之前 球员和球迷已经蓄势待发 我们做好迎接新赛季准备的同时 我们要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 上赛季广东夺冠之路 同时也是广东成为石冠王 这一路走来的非凡历程 请看大屏幕 欢迎订阅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通过视频 回顾了广东的石冠之路 相信每一个球迷 包括马上要经历的球员 教练员都会有同样的感受 他们即将迎来又一个荣耀时刻 从03年到20年 17年的光阴 如果是一个孩子已经成人了 当年的球员 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球队的管理人员 他们的经历非比寻常 那么就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出这只荣誉满身的广东东莞大意 首先邀请2号徐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因为王冠说» 支持吝点赞,订阅 咱们能不能做的车 伍翰 他分别属于上赛季随队征战的万胜伟 以及目前还没有康复的义剑联 他们是一支完整的集体 就像杜峰指导在赛前说的 他们的心永远在一起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颁奖嘉宾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 CBA联盟董事长姚明 朱继市人民政府市长胡华良 来到场地中央 为广东队颁发总冠军戒指 有请 我们的总冠军戒指已经缓缓升起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属于广东最荣耀的时刻 在这种团こちら还没有 手写广间和帅 在这种团军里摻上 所以我们的总冠军 也讨厌 我们的东西 可是到现在 我们的总军 您都可以看到 那种两个 slapped 那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总军 我们的一种真实有点 紧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我们的两位颁奖嘉宾 有请一步到座席区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广东队的全体成员向后转身 这里将会升起广东队对使第十面总冠军旗帜 让我们一起见证CBA的荣耀时刻 获得的十个总冠军 也期待各位在2020-2021赛季 也就是CBA的第26个赛季 继续一往无前 好我们有请广东队暂时退归到我们的队员席 准备后面的比赛 我们的总冠军颁奖仪式到现在呢 告一段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